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长风破浪导演初见王一博 才华与机遇的完美交汇 在影视圈 才华与机遇的碰撞 总能诞生出令人瞩目的佳作 近日 备受瞩目的电影长风破浪导演 在第一次见到王一博时 便决定尤其出演主角 这一决定无疑彰显了王一博的非凡才华 与导演对他的高度认可 更预示着电影将可能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据悉 导演在初次与王一博见面时 便对他的气质和形象留下了深刻印象 坐在办公室角落的王一博 虽然一开始显得安静羞涩 但导演的每一个问题 他都能对答如流 展现出极高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导演发现 这个看似青涩的少年 实则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深厚的表演功底 在随后的聊天中 导演更是对王一博的演技赞不绝口 他观察到 王一博在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自然与真实 正是他心目中角色的完美诠释 因此 导演在第一次见面后便决定由王一博出演主角 相信他能够将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完美地呈现出来 对于这一决定 王一博也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信心 他表示 非常感谢导演给予他这次机会 他将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角色的塑造中 为观众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 生动鲜活的形象 事实上 王一博的才华早已在多部作品中得到了证明 他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力 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 而这次在《长风破浪》中的出演 更是他演艺生涯的一次重要突破 当然 机遇也是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影视圈 有时候一个角色的选择 一个导演的青睐 就能改变一个演员的命运 而王一博正是抓住了这次机遇 用自己的才华和实力赢得了导演的认可 可以预见的是 《长风破浪》在王一博的精湛演绎下 必将呈现出一部精彩分成 感人至深的作品 而王一博也将凭借着这部电影 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总的来说 导演初见王一博便决定尤其出演主角 是才华与机遇的完美交汇 这次合作不仅是对王一博才华的肯定 也是对他未来演艺事业的美好期许 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长风破浪》必将成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佳作 王一博 诚意都爱的条纹衫 就要这么穿 学废了吗 条纹衬衫在很多男生心里的地位很高 的确 他百搭又好看 只要搭配对了 基本上不会难看 首先你们在买的时候 尽量选这种条纹比较细的 在视觉上更加显瘦显高 他的搭配上 首先想要穿的更加引人注目一点 就可以在里面加一件老头背心 微微露出一点背心的边边 更加增加你的荷尔蒙气息 像许光汉的这一身就是非常推崇的 还自带一点寒细的松弛感在 我知道大多数男生还是喜欢用它搭配牛仔裤 如果你的身形是比较偏薄的那种 这样穿非常加分 而且全身的蓝色也是容易穿出高级感 诚意的这一身比较有意思 他用蓝色和蓝色搭配的时候 内里选了一件白色的来做过渡 白色短袖很特别 上面是有图案的 视觉上就形成了一股非常活泼同趣的画面 如果你也想打造出比较纯净的少年感 就可以看看他的选择 当然 我发现更多人喜欢把条纹衬衫敞敞开来穿 比如米卡就是条纹衬衫的神 他的衣柜里有非常多条纹衬衫的搭配 通常的套路就是条纹衬衫 背心 牛仔裤这三个基础的不能再基础的单品 他的牛仔裤一定不会是紧身的 而是有相应宽度的 在视觉上更加拉高重心 让你看上去又高又瘦 再加上一个toad或帆布袋 书卷气息就拉满了 而王一博则是用蓝色搭配了大面积的白色 他选择的单品都是比较自然那一挂的 很大程度上放大他的优点 白色短袖和裤子 再加一件蓝色条纹衬衫 小白鞋也一定要拿出来 全身组合在一起 你就是男大学生的范儿了 于是这一身更加街头感 虽然他选的是黑裤子 但全身宽宽松松的方式来打造属于自己的松弛感 为了让全身穿搭更和谐 还加上了一顶冷帽和银色项链 这一招蛮值得大家学习 能让你看上去更有街头感 庆莲则是喜欢营造出绅士感 他用了紧身一点的条纹衬衫加领带的做法 看上去就非常gentleman 再加上皮带的存在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翩翩公子了 条纹衬衫的颜色选择上还可以更大胆一点 王安宇之前就穿过一件蓝绿相间的条纹衬衫 无形之中把他的乖乖姿气息都给暴露了 这件单品敞开来穿笔扣起来 要更具有法式风情 条纹衬衫很适合搭配看似粗糙一点的裤子 比如参加皮哥的尤长镜这一身就还挺典型的 他用素色的裤子穿出自己的日系青春感 注意裤子千万不要太长 长度刚刚好才是这个组合穿出精髓的地方 黄色条纹衬衫也非常受男生欢迎 众所周知 黄色是非常明媚的颜色 穿上去之后很容易让女生对你有好感 他也是用了相近的颜色 黄色和卡其色的组合在夏天非常吸睛干净 也是空调房好搭档 何炯之前用一件颜色比较淡的条纹衬衫来搭配灰色的裤子 也是很多人在参加重要活动或者是商务会议的时候会用的 颜色的选择上都是非常中性色的办公色 让你看起来年轻沉稳 最后就是我们的套装饰穿法 胡仙旭用蓝色衬衫和短裤搭配白色短袖 放眼望去就是很青春的感觉 尤其对30家以上的男生来说 这一招可以非常简灵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